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军成长口等您来挖宝 欢迎收到股市将军 今天台北股市上涨8点 成交量2392亿 成交量因为有外资 外资去放圣诞节 今天是圣诞节 先跟大家说一声圣诞节 上个礼拜都有祝福过了 还是要再次强调 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把每一天都当作是新的开始 不要想那么复杂 投资朋友有时候在操作股票市场 想得太复杂 你把它单纯化一点 每天都重新来 也许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今天是圣诞节 那昨天是圣诞夜 圣诞夜你们跑去哪里玩 去过一个还不错的耶诞夜 耶诞夜应该就是耶稣 耶稣的诞成日 那有没有知道耶诞夜诞夜诞夜诞老公公 圣诞老公公 我们都知道那个圣诞老公公从那个屋顶 他爬到屋顶上面去的那个烟囱 他从那个烟囱 把你所想要得到的礼物 从那个烟囱 有没有投递下来 这故事源由在一千吧 千年啦 千年之前啦 有一个红衣主教 这个红衣主教也本身就是在 乐善行事嘛 那突然他有一天看到一个女孩子 就一直哭泣一直哭泣 那因为在那个年代 贩卖人口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 贩卖人口 那他得知到 这个小女生可能要被贩卖掉了 要被卖掉 那当然这个红衣主教 就利用耶诞节的那一天 也不是利用耶诞节 是12月25号那一天 他就爬到他家的屋顶 有个烟囱嘛 那因为他即将要被贩卖掉 所以呢 这个红衣主教就把这个金币 金币从那个这个烟囱 整个撒下来 那撒的过程当中 刚好撒到这个壁炉 壁炉上面的 有一个袜子 袜子 那刚好那个金币掉到那个袜子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们圣诞书 都要挂那个袜子的由来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圣诞老公公是穿红衣 跟白衣 其实不是刚刚那个红衣 红衣主教穿红衣 搭配那个白色的V0 有没有 那起源于是在1931年的 可口可乐的广告 当年的圣诞节 可有可乐的广告 就利用一个胖胖的老先生 穿红衣 白色的V0 装扮成一个很可爱的老先生 所以大概圣诞老公公的由来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那圣诞节 大家分享一下 跟大家分享圣诞节的由来 我相信大家的部分 大部分人都知道了 那不知道的人就稍微听听看 那圣诞节之后 贵投资朋友 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股票 今天看台北股市成交量就知道了 没有量 2392亿 没有量 没有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按照过去的历史的经验 来看的话 成交量 顿时减少了六七百亿 它不会是很好的事情 但它也不是什么坏事 那再搭配 选 这个选钱 台湾跟美国都一样 都有选举 那搭配在选钱来看的话 本来台北股市 就没有大人在里头 那再加上法人 也就是部位最大的外资 也正在休假当中 成交量2392亿 对不对 再加上台北股市 它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人会去影响到整个股市 所以你会发现说成交量 成交量变少了 但是指数有没有大跌 没有大跌 没有大跌 那从这边可以去观察 接下来你应该要去布局什么样的股票 那我相信今天 跌最重的股票 跌最重的 跌最重的是 航运 大家上个礼拜最爱的航运 上礼拜应该讲长龙扬名的 怎么转都是在讲长龙跟扬名 因为长龙跟扬名是最好行销 最好行销 以分析师来看的话 分析师就要把这些欢乐经销 带给投资大众 让这个平台的节目 告诉投资朋友 哇 这个航运多好多好多好 当然也没错啦 也没错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上个礼拜 最火红的航运今天下来了 洋民间也跌停嘛 万海差一点跌停 那长龙也大跌 那今天可以看到 又是另外一个族群 也就是钢铁 钢铁很强 但不代表它每一档都很强 其实钢铁 不是全面性大涨 钢铁大概只有少部分是强势股 那扣掉航运股跟钢铁股 好像台面上剩下的股票 强势股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电脑 这是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 每涨每跌 涨8点 成交了2392亿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 什么是强 我们来看看 来 今天有哪一些是强的 我们把它调出来看一下 这是上柜的 上柜的强势股 上柜的强势股 好像 好像也没有什么代表性的 那红木 红木是做家具的 那其他这些成交量太少了 这个也没有什么参考性指标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市的好了 上市的 上市的 今天有威风 蛮威风的 威风包括少部分的钢铁 少部分的钢铁还算强 那里面其中比较强势的 还有像大立光 大立光连续性的上涨 还算蛮强势的 那看一下比较弱的 我们看一下弱的 看强的也要看弱的 这是今天比较弱的 比较弱的 那我们从这个画面来看 是上市 上市跌幅排行榜 跌幅排行榜 跌幅比较重的 那当然扬名跌停 那望海盘中也有跌停 那这个 你应该看得到吧 前面跌幅排行榜 前面的几乎都是航运 航运 那我们来看看上柜 上柜 上柜跌幅比较重的 哇 一档是志冠 志冠跟 他近期的那个 那个新闻也是有关系 跟那个荣钢 跟荣钢换骨 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一个游戏一个跟钢铁5009 好像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 5478的志冠 自从他好像要跟荣钢 就是换骨换骨比例 那当然可能桥的 不是那么龙 桥不龙 所以志冠跌停 再跌停 那当然5009荣钢 也好不了哪里去 那今天上柜的 部分 那其中还没有什么 可以特别去看的 今天游戏类股 比较差一点 游戏类股 那为什么今天游戏类股 比较差一点 那其实跟中国 中国对于软体 有一些打压 那当然还有没有其他 当然有一档 有一档是顺达 顺达 顺达今天跌停板 成交量5893张 待会这档股票 我们再来讨论 好 那我已经把整个上市 上涨的 下跌的 大致上都跟同学们 做一些报告过 那我想上涨 你不一定要追 但下跌 你该避开 还是该逢低买进 操作是两样情 就看你 就看你的选择 那其实我的操作以来 我的操作很简单 我的操作永远在什么 在低档低位阶 逢低买进 但是在高档区 我绝对 我绝对不会带 我的会员朋友去追 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 绝对不会追 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操作模式 相对低 我会跟你建议 你先不要杀 就如同上上礼拜三 上上礼拜三 12月13号 礼拜三 我请你有这个AI 应该不用再看了 内容都差不多 我请你有AI的族群 你先不要杀 那两张 工商跟经济的头版头 上到礼拜三的礼拜三 12月13号 请你有的人先不要杀 那到目前来看 我的看法是对的 是对的 当然也没有说 涨到什么 什么程度 但最起码你不会 错杀到相对的低档区 那除此之外 我几乎每天都讲 一样的内容 我的内容没有变来变去 我也不会去跟你分享 今天什么是最强的 因为我的操作逻辑里面 我不喜欢今天最强 我希望它接下来会很强 甚至当大家还在什么 怀疑 还在摸不着边 摸不着头绪 这股票为什么可以买 当然 当然我的见解 永远跟别人会不一样 所以才能够在市场上 站立这么久 屹立不摇 也是主要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近期的操作 我相信这些操作你可能也不想听 但是我还是要讲 因为这是我们的操作 因为我们家的操作很简单 将军水兰考 政军每天都会想办法 那我也讲过了 10月份的列车 什么列车 当然是标股列车 没有大人 家里没有大人 投资朋友 个股当然比较 比较有机会会分 但是你要会选 你要选对 你也好好的认真做三党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你好好的认真做三党 每一次你都如此 每一次你都如法炮制去做 这一党叫大众 我相信你听了也不要听 看了也不要看 一个月前我们的操作就是如此 接着记大众之后 大众之后我锁定的是什么 安泰克 当时的安泰克五字头 五字头的安泰克 你每天看 看到六字头 667 对不对 第三天呢 第三天就看到哪边 看到七字头 七哪 七哪边 73块3 有没有像在看连续剧 第三天的七字头 73块3 看到第四天的 80块6 80块6 真的是连续剧 每天看 每天看 那看到80块6毛 第五天看到88块6 跳空涨停 88块6 对不对 那第六天呢 从第五天的886 到97块7 九字头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会买要不要会卖 会买要不要会卖 当然要啊 当然要啊 那当然相对的资讯 你每天都有在看嘛 对不对 那我都有跟你分享啊 那我在分享的同时 我绝对不会是在最高点 才开始做分享 相反的 我在每每在相对的 我不敢讲最高点啊 就相对的高 相对的高 我讲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电脑 相对的高 我都会讲 你不一定要追啊 猴子朋友 你不一定要去追到最高点啊 是不是 那我也跟你讲过了 减之后的第一天 它是跌停板的 减之后的第二天 它仍然是跌停的 连续两天跌停 我可以这么说 分析师 我讲正常的分析师 正常的分析师 是不可能在节目上 去讲跌停板的股票 正常的分析师 我讲正常的 正常的分析师 前面可能会先看 涨停涨停 摸不着头绪 这在干嘛 第三天 第三天开始就要讲了 为什么 因为讲了呢 讲了第四天涨停 他可以骗观众说 他前面买的 你们是不是看 这种老师的节目 很多老师都是在 第四根或第五根 甚至第六天 第六天才开始推荐 推荐不等同于买进 推荐之后 他讲说他前面买的 这就是目前 你们所看到的节目媒体 那政均不一样 我一定有先跟你讲 那你看别人的 我说正常的分析师 一定是第四天 第五天 才开始呢 叫推荐 推荐不等同于买进 我们这边是百分之百 实际上操作 那因为由于是百分之百 实际上操作 所以在第一天跌停 第二天跌停 我在节目上 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如果再跌 他如果再跌 同志朋友 如果您听得进去的话 其实只有短短的 这四个交易日 上个礼拜二听进去的 上个礼拜三 开盘逢低买进 不要讲买到怎么最低 买开盘价就好了 买开盘价 放大一点 下个礼拜二听进之后的一二三 那请问我是在什么时候讲的 我是在上个礼拜二讲的 好 来 我上个礼拜二讲完 那请问上个礼拜三 我做什么动作 我做什么动作 我没有做动作 会员朋友 帮我见证一下 上个礼拜二 我在节目上直接讲 讲说第二天跌停 第二天跌停 如果再跌 应该怎么做 正常的分析师 节目上不仅不会讲 更不可能操作 为什么 因为第一天跌停 第二天跌停 第三天 开始唱衰 这是正常的分析师的解盘 因为正常的分析师解盘 节目每天一定永远是讲对的 你看不出任何的败笔 这个就是投顾市场 这个就是投顾市场 所以后来分析师 被骂得很惨 分析师等同于诈骗 诈骗集团 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 我好好一个人来当分析师 我每天很认真做我的事情 我每天很认真在带会员 但是就是有那么多 这么多分析师 每天在胡搞瞎搞 甚至睁眼说瞎话 四个月前叫你AI 不买会悲哀 跌到这一点 叫你全速出清 全速出清又来了 又来了 又在胡搞瞎搞 所以我也觉得奇怪 分析师为什么 变了格调 但我跟别人又是不一样 你常看我的节目你就知道 我的节目又跟别人不一样 我也讲过很多次了 我今天要发大财 太简单了 少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对不对 跟其他分析师一样 同流合污 我会发大财 没骗你 但我不这么做 我不想这么做 我就是要告诉你事实 当别人讲的 别人分析的 那根本 其实我都觉得 那不叫分析 事后来看你会发现说 奇怪怎么好像分析师讲的都是相反的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可是你长时间看政筋的节目 一开始 maybe我讲的不见的是对的 我一开始所讲 甚至我一开始所讲的这些标股 一开始不见得直接喷上去 但是只要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80% 我节目上所讲的股票 事后你来验证 80%我是对的 甚至我讲完之后 它就变标普了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 但我还是要做 我该做的事情 不好意思 讲一些废话 好 那我再回到刚刚我所讲的 请问哪一个老师 敢在连续第二天 谍听版的同时 来再看一下电脑 来这种位置 投资朋友 有人会讲吗 骂都来不及了 甚至比较厉害的是用骂的 正常的分析师一定用骂的 唱衰 再唱衰 对不对 就像今天一定有很多人 来唱衰我的股票 顺达跌停 那顺达为什么会跌停 按照正常的分析师 投资朋友 来来我要稍微讲了 按照正常的分析师 今天会讲顺达吗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讲顺达 自杀要讲顺达 好那你们今天看到的 报纸写的内容是写什么 写说红链抢单 就中国啦 中国抢单 那请问投资朋友 电池模组很差很差 这谁不知道啊 这谁不知道 有没有人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啊 那近期顺达在讲什么 他就是在讲 我所讲的伺服器的BBU嘛 以及什么 ESS的什么 绿色 绿色储能储能的这个系统 那这不是主流 这不是未来主流 那请问什么是主流 那今天为什么 跌停板的顺达 将近有6000张的成交量 那这么差 这么差 这么差 请问将近6000张 跌停板的顺达 是谁买的 事后再来看 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股票 我讲的都是真话 那当然你们看媒体 有些媒体跟你讲的是真的 有些媒体跟你讲的是假的 你自己要学会去判断 那当然今天 我还是要去表述我个人的看法 对不起我先讲一堆废话 重点主题都没讲到 来我要快速带了 我这一天都在讲说 母亲节我送你大礼 华言他涨了60% 父亲节我送你大礼 统政涨了45% 那请问圣诞大礼 圣诞大礼 老师啊圣诞大礼好像也还好 因为我没有跟你讲他的整个故事 整个story 你们今天稍微我定格一下 今天定格 今天本来要跟你们讲的内容 我明天再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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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天再来讲这些内容 好 那你还没有来领取的 今天圣诞节 最后一次跟你分享 来电领取吧 中场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今天是圣诞节 那请问圣诞大礼在哪里 来看一下字卡 来 圣诞大礼在这里 那因为今天由于时间上的关系 内容我没有讲 还没讲 明天好 花一点时间再来讲 为什么 我看好的理由 那圣诞大礼一定要来拿 今天最后一次 我们来领圣诞大礼 一定要来 今天最后一次领取圣诞大礼 希望你抱着用一种 体验的心情也好 或者说我来试试看 可不可以试试看 当然可以 用体验的方式来体验吧 怎么体验 很简单 我们仍然是 劳规矩 劳动作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